第十九章 继任人之死 刘少奇的遗体在深夜里偷偷地被火化了 用的还是假名 因为对外说这是一具带有高度传染性病人的尸体 所以只有两个工人处理他的火化过程 毛泽东生前从来不曾对外公开过刘少奇的死讯 但是很快的大家就开始争议 是谁要取代他接任国家的领导 林彪身为国家的第二把交椅 自然心想这个位置除了他之外 应该不做第二人想 但是为了避免冒犯毛主席 他必须警防自己显出野心勃勃的样子 甚至必须装作对这个位置无欲无求 在中国 不论是党或是国家的领导人 正式的执嫌都是主席 林彪知道只能有一个主席 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时 必须肩负起许多象征性的一事责任 毛主席对此甚为不喜 甚至不想再承担这个职位 所以他在1959年便卸下国家主席一职 交给刘少奇 1949年时 也就是十年前 掌管外交礼节的首长 曾经劝毛主席遵从国际惯例 穿着深色西装和黑皮鞋 他因此而被革职 最后在文革期间 以自杀收场 毛主席喜爱自由 绝不受到时间表 惯例 或是遗失的束缚 另一方面 毛主席开始对林彪起了疑心 在1969年10月 领导阶层曾经仓皇疏散 撤离北京 以防止苏联突袭 林彪紧接着在苏州的某个碉堡 发布第一号命令 将军队的戒备状态 提升为红色警戒 他调动了100万名士兵 驻守全国的战略重地 还有数千台坦克 战机和战舰在后方支援 这道军令很快就被撤销了 因为这件事清楚显示了 指挥阶层中有人越祖带袍 完全未向毛主席禀报 而毛主席也因全力遭到僭语 而大为震怒 其实从来没有人搞清楚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错 但是毛泽东一定发觉到 他的第二把交椅 竟然可以如此轻易地接掌军队 所以如果有一天 林彪要背叛他的话 根本一如反掌 毛泽东需要林彪 但是也要压制他 多年来在军中扶植派系 党同伐异而日益增长的势力 但是林彪在九大上大获全胜 在即将向苏联 或是美国开战的紧张气氛下 整个国家全面军事化了 军队不仅接管了政府 还掌控着经济 林彪带领全国 学习毛泽东思想 但其实这也代表 人人要向军队学习 毛泽东自己的周围 总是不乏士兵围绕 但他其实也怀疑 士兵们是不是真的 对上级毫无隐瞒 他憎恶军队掌握他的生活 而这种憎恶 逐渐演变成 对林彪和他的将领们的怨恨 毛泽东小心地操弄 国家主席的议题 好对付这位 他自己挑选的后继者 他故意含糊其次地婉拒自己 重回这个职位 让大家猜测 他其实是想要下属 背下地求他接受 同时 毛也想用这个位置当诱饵 测试他的第二把交椅 有何反应 而林彪坚持这个位置 必须由毛主席来担任 很快地便出现两派阵营 林彪在手下李作鹏 和吴法县的力拱之下 这两位将领 曾在1967年夏天 帮林彪夺得武汉的控制权 坚持应该保留 国家主席这个职位 由主席来领导国家 而且 他们还一贯谄媚地 不忘要求 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 创造信地 全面地继承 捍卫和发展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 写进宪法里 张春桥和康生 这两位文革小组的资深成员 则并未坚持 继续设置国家主席一职 也反对用天才一词 因为这个词 是林彪在红宝书 毛主席语录 的序里所用的字眼 两边都相信 只有他们才知道 毛主席真正的心意 到了中央委员会 在1970年夏天召开会议时 这个问题面临了重要的转折 在会议开始时 林彪请求毛泽东 允许处理天才一词的争议 毛泽东看到有机会陷害林彪 便鼓励他这么做 还针对张春桥和江青 说了几句不赞同的话 林彪接着用了足足一小时 来胜赞毛主席 第二天 与会者讨讨论了由陈伯达署名的 一篇天才论 陈伯达在名义上是文革小组的领导人 不过他其实很讨厌康生 而且因为康生和江青长期维持着良好关系 也使他倍感威胁 其实他的大权已经旁落 因此 当林彪在九大上 被正式宣布为毛泽东的继任人之后 他便转投林彪阵营 从延安时期开始 陈伯达就是毛主席的文胆 很多党内领导干部 也假设这篇文章反映了党的路线 他们认为张春桥是头号目标 于是开始寒沙摄影地攻击他 要求将否认毛主席是天才的野心家 和反革命分子驱逐出党 毛主席一直保持着距离 静静观察此事发展 很快地 就有人热切地欲请毛泽东和林彪 出任国家的政副主席 毛泽东现在可以收回他的网了 毛泽东在一场特别会议中 批评陈伯达是贾马克斯主义者 而且长久而来是敌方的间谍 但是他放过了林彪 毛主席终结了 对于他是天才的讨论 还命令林彪的手下 那些曾经带头攻击张春桥的将领们 自我批评 但是他们的自我批评 都不符合毛主席的要求 还被毛主席多番指责 于是显得这些将领的命运堪虑 此后的几个月里 毛泽东在军队最高层中 安插了自己的心腹 以便监视林彪的将领 他也重整了北京军区 将两名领导人停职 陈伯达又进一步被批评为叛徒 间谍 也新家 林彪的势力正在下滑 此消彼长 江青则开始得势 陈伯达的失事 虽然在几个月之后才被公开 但是 能读出言外之意的人 早已感觉到 事有稀巧 陈伯达以前在领导阶层中名列第四位 现在报纸上平常会出现的重要领导人 名单里 却少了他 而且还冒出了若有所指的 贾马克斯主义者这类字眼 这一定是指 某一个位高权重的中共领导干部 1970年10月1日 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暗示政策将有巨变 每一年的国庆 所有的主要城市都会举办游行庆祝 数十万工人 农民和学生会 一对对出场 喊口号 挥舞红旗 并高举毛主席的肖像 毛泽东自己也会在党内高官的簇拥下 登上天安门上方的指挥台 在那里观看每一年的游行队伍 外国政要和外交官也有特赦保留席 他们会和其他人一样 留意毛主席身旁站的是谁 在这一年 这份殊荣首度由一个美国人享有 陈伯达则不见踪影 几个月之后 12月25日 每一份主要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 埃德加 斯诺站在毛泽东身旁的相片 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1月 毛主席就曾经利用这位资深记者 让外面的世界知道 只要美方不犯中方 中国就不会派兵到越南 现在 他又释出了另一个讯息 也就是他们跟美帝的关系 正在酝酿重大的改变 在1969年4月的九大之后 毛泽东一面保持模糊的态度 一面询问了一群专家 有什么方法可以取代 林彪提出的全民参战模式的外交政策 这项任务是秘密 只有陈毅 叶剑英 徐向前 和聂荣贞知道 这些人都是曾在1967年2月 反对过文革的老将领 他们得到很大的自由 可以不受限制地提出想法 因为在1969年8月 苏联突袭新疆之后 中苏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所以 这群将领们 想到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 打美国牌 他们赞成对美国开放 再利用美苏这两大强权之间的嫌隙 他们的评估 和林彪及其将领完全不同 林彪这边认为 美国和苏联都是敌人 没有什么区别 类似的思维改变 也发生在太平洋的另一边 美国刚选出的尼克森总统 并不信任莫斯科 而且不信任的程度远超过北京 尼克森也了解 应该把中国拉进国际秩序之中 他在1969年1月写下了一则备忘 中国共产党短期不变 长期 我们不能排挤巴亿人 让他们自己在小圈子里生气 我们要靠近他们 美国 还有其他的考虑 1970年4月 中国在广州主办了支援印度支那人民会议 会议主席是柬埔寨的施亚努亲王 他刚在一个月前 被一个清美的柬埔寨军官推翻了 越南 辽国和柬埔寨的共产势力 在会中缔结同盟 建立了一个新的印度支那革命战线 五天后 尼克森总统决定将越战扩大 战线延伸到越南边境之外 进入柬埔寨境内 这个行动的名称叫做全面胜利 但是 美军并没有一举消灭包围边境的共产党分子 反而把越战扩大成第二次印度支那大战 很快的 美国便向中国寻求协助 希望中国能协助美国从这场混战中脱身 美国也希望挑起中苏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的不和 好把北越的主要靠山 苏联孤立起来 中美双方曾有好一段时间 试着在外交大使层级上重启对话 但都因为展开全面胜利行动而告吹了 不过 紧张的局面终于在1970年底有所缓和 就在报纸于12月25日 刊出毛主席和斯诺合照的一周之前 毛泽东告诉斯诺 他非常乐意与尼克森会面 不管是以总统的身份 还是以游客的身份 双方进行了秘密协商 以商定议程 却因为台湾问题而使事情复杂化 因为蒋介石是美国的盟友 但是双方还是决定彼此让步 1971年4月初 中国乒乓球队被派到日本参加一场国际比赛 中国有三名最优秀的球员 已经在1968年党内大肃清运动时自杀了 但是这次周恩来只是队伍要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 他们还在鸣鼓屋邀请美国球队访问中国 几天之后 九位美国球员和几位官员取到香港 跨过大桥来到中国境内 停留一星期进行友谊赛 还参观了万里长城和颐和园 球员并没能走进紫禁城 虽然他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对面 但是一周之后就有几个外国人获准入内了 这还是1967年以来的第一次 而且也是1967年以来 第一次有多达70位外国外交官搭乘专用火车 到全国各地进行正式参访 参观大钢铁厂 水利发电站 拖拉机工厂和模范生产组 还有其他迹象显示 中国的对外态度有所舒缓 以往外国人和党内官员交涉时 会遇到的不屑和蛮横态度都明显消失了 有些干部好像还相当好沟通 几年前 越进去香港的人还会被开枪射击 但是现在却亲切地不太寻常 在广州的一场展销会上 这是国家官员和外面世界的主要商业 接触管道之一 暂停了毛泽东思想般的宣传 酒店房间也不再悬挂毛主席的肖像 反美标语也撤掉了 全城都收拾过了 当然 当地居民是不被允许进入展销会的 里面展示着专供外销的食物和衣服 种类之繁多 和平常店里可以买到的寥寥数种商品 简直有着天壤之别 但是一般人民 还是可以感受到风向变了 斯诺站在毛主席身旁这一幕 燃起了一线希望 正念虽然还深陷第一看守所中 但是也私下感到欢喜和一丝盼望 同时也有一点担忧 共产中国要渐渐向西方世界靠拢了 这好像太美好了 美好的不像真的 在监狱的墙外 广州 上海和天津 街头把徽章别在衣服上的人 越来越少了 一些跨省的火车上 毛主席的肖像也被悄悄拿下来了 乒乓外交结束之后不久 尼克森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 季辛吉就受邀出访北京 美方对于这个可与中国当面误谈的机会 喜出望外 于是准备了一份大礼让季辛吉带去中国 其实美国还有对台条约的限制 但是华盛顿方面已经准备好随时背弃盟友 改为在外交上全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季辛吉表示 美国可以帮助北京在联合国里取得中国的席位 他还盛赞中国领导人 甚至愿意提供高度机密的资料 包括美国与苏联双边会谈的细节 我们会告诉你和苏联谈了什么 但是不会把我们和你的对话内容告诉苏联 季辛吉过于敬畏中国 以至于美方并未要求中方做出对等的让步 以达成真正的双方互惠 这趟行程全面保密 不过尼克森在1971年7月15日上了国家电视台 透露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并公告自己即将出访中国 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因为这表示冷战的局势已经不再偏向苏联了 毛泽东在北京自名得意地说 美国从猴子变成人了 但还不算是人 尾巴还在 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 在毛泽东面前自贬身价 自居为觐见帝皇的使节 在美中秘密会谈期间 毛主席和他的继任者 林彪 之间的嫌隙 还在日益扩大 毛泽东在1970年夏天露了一首 借林彪的天才论打击他 但在那之后 毛泽东便得了肺炎 医生开了抗生素 但是毛泽东怀疑是林彪要毒害他 毛主席抱怨说 林彪想要我的肺烂掉 情况相持不下 但是他们的关系已经破裂 还演变成政治僵局 除了个人的不信任之外 其他地方也有问题 林彪的生活像是隐居般 老是遮遮掩掩的 从不招惹人注意 他还常常告病 病情以假四真 毛泽东有一次与戴嘲讽地说 这位将军确实永远健康 从1970年夏天开始 林彪变得更不积极了 全靠他的妻子 批阅党内文件和代替他工作 还缺席重要会议 毛泽东非常失望 认为林彪似乎有乳鸡认人的地位 一直到1971年8月 毛泽东的猜忌新日中 他甚至会去猜想 如果林彪叛乱的话 有哪些地区的司令 会效忠林彪 林彪的支持者 大多在北京 于是 毛泽东启程南下 取得武汉 长沙 杭州和上海等地 军方领导的支持 他没有直接指出林彪的名字 但是散播消息 说有人在一年前 急着要夺取国家 领导的位置 现在则试图要分裂党和夺权 毛泽东像是开玩笑地说 有人说 天才在世界上是几百年一遇 在中国则是几千年一遇 有人说他要支持我 提升我的地位 但其实他心里想的是 支持自己 为自己抬轿 一个月之后 毛主席搭的火车 在9月12日黄昏 回到北京 几小时之后 隔天的凌晨两点半左右 一架英制三叉戟战机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上空坠毁 飞机残骸散落在大草原上 不过当地警方 很快就找出八男一女的交尸 其中一名最先到达失事现场的警官 图瓦尼 九米德回忆后说 他们大部分烧的只剩下枪套和皮带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直到今天都还是个谜 但是很快就有谣言传出 说林彪是在阴谋行刺毛主席失败之后 尝试出走苏联 这件密谋除掉毛泽东的刑刺事件背后 真正的黑手其实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 他当年25岁 因为得到空军总司令五法县的庇护 在军中有着与年龄颇不相称的影响力 林立果知道父亲的地位正面临威胁 他也懂政治 明白毛主席对于敌人是绝不会手软的 有哪个政治势力可以从头到尾留在他的身边 并保持安然无恙 他以前的书记不是自杀 就是被逮捕 他少有的同志和心腹 也都是被他一手送进监牢 他有妄想病和虐待狂 他解决别人的方法是 一不做二不休 每次他要解决一个人 不弄死他 绝对不会把休 他一开始伤害你 就会做到底 再把所有罪名安到其他人头上 林立果和几个亲近的党羽 策划了一个不成熟的计划 要出去毛泽东 包括用火焰喷射器 袭击毛泽东专链 派飞机从空中轰炸专列 或者把有重要战略价值的桥梁炸掉 林立果把他的计划告诉子子林立衡 但是他不同意这件事 豆豆认为 试图挑战毛主席 只会为父亲带来严重的后果 他在9月8日 把消息泄露给两个负责林彪安全的保镖 没有任何刑次计划 曾经付诸实行 我们不清楚毛泽东本人是不是听到了一点风声 不过在9月8日的子夜左右 他突然决定缩短南下的行程 命令火车返回北京 途中曾经短暂停在南京 接见他的忠实部署许室友 接着便在四天后反抵北京 火车一进到京城近郊的车站 毛主席立刻接见了几位北京军区的领导将领 其中两个人是他在不到一年之前安插在军方高层 以监视林彪及属下将领的 北京开始加强戒备 毛主席自己也藏身在人民大会堂里 就在同一天 林立果因为怕毛泽东会对他的父亲不利 所以飞回了北戴河 他与全家人都待在一栋可以眺望渤海的豪宅里 他希望父母都逃走 林立恒问逃到哪里去 大连或者广州或是香港 哪儿都行 看情况 但是他们的父亲动都不愿意动 林彪脸色苍白 行销鼓励 眼窝凹陷 满脸胡渣 几个月以来 他很清楚什么是在等着他 也似乎预备好静待他的命运 林立恒新知潜逃计划根本无望 便召来中央保安队 试着保护父亲 他爱父亲 但是和母亲夜群的关系不太好 那天傍晚 周恩来接到电话 知道了这件事 但是没有阻止林家上飞机 林立果和母亲帮林彪穿好衣服 并在晚上11点半左右 把他拖上车 冲到当地的机场 车程大约是40分钟 持枪士兵让他们通过了 有军队被派往机场 但是他们也没有拦截这行人 车子开到了三叉几战机前 这时恐惧到达了顶点 林彪一家和随行人员慌忙登机之后 夜群坚持马上起飞 虽然飞机根本还没有加满油 机上也没有领航员 电讯操作员或是副机师 飞机升空之后不久 整个区域都陷入一片漆黑 留守北京的周恩来 要求全国飞机着陆 并且命令所有的跑到西登 林彪的飞机向北飞 但是因为燃料不足 他没有飞多远就在蒙古坠毁了 飞机才刚坠毁 林彪的四大护法就立刻着手销毁 他们与这家人有关联的一切证据 他们烧掉所有照片 信件 笔记本 和电话记录 黄永胜 无法现 邱惠作和李作鹏 也在9月24日被革职 周恩来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小组 负责调查林彪事件 肃清他军中党羽的行动一直持续到1973年5月 有几百人丢了官 这些受害者 包括重要的政府官员和军队的领导 几乎遍布各省 曾经在1967年2月 批评过林彪和文革的老将领们 现在自然洋洋得意 他们毫不浪费时间 马上开始批评这位昔日的同志 有话直说的陈毅 谴责了他的卑劣所为 双重间谍 培植党羽 和长久的计划 在1971年10月1日的游行取消之后 就有留言说 林彪已经垮台 郑念在上海的牢里 发现国庆日的早晨广播并未提到 向来都有的庆祝活动 还觉得非常惊讶 就在同一天 一名守卫来逐一收回所有囚犯的红宝书 书在当天晚上就还给郑念了 但是林彪的序已经被撕走 很快的 每个人都听说有行刺阴谋这回事了 听外国电台的人可以从外面收到消息 丹林在1949年时只有16岁 他曾经带着横幅布条到北京 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 但是他在文革期间被打为反革命分子 并流放到满洲的乡下 一个村中的会计 请他到自己家里 转了好几个电台频道 一则日本新闻报道 清楚地提到了林彪的死讯 不管是偷听外国电台 或是在党内会议上收到消息 大家都感到非常震惊 毛主席李英是不会错的 多年以来 林彪都是以他的亲密战友 和清点继任人的身份使人 对于像丹林这样年轻时 大力拥护党的人来说 这则日本的新闻报道 是他受过最好的政治教育了 因为这彻底摧毁了 他对于体制怀抱的一切信心 被送到满洲国家农场的 年轻姑娘南楚也想 如果连毛泽东最亲密的追随者 都不相信毛泽东吗 为什么他还要相信 在我心里 那根精神上的支柱 完全瓦解了 我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 和对于毛泽东 坚定不移的拥护 也崩溃了 很多人都觉得松了一口气 林彪不是什么受欢迎的人物 不过最重要的是 人们知道林彪之死 象征文革即将进入尾声了 一位翻译员 在参加会议时 听到官方的公告 他当时觉得几乎可以听到 大家松了一口气的声音 不过 每个人的反应很不一样 有些人觉得反感 也有人觉得受到背叛 一位下乡的年轻女性 回忆起他听到这个消息时 觉得整个世界都崩溃了 我不停发抖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他最亲近的朋友 和他同样是被流放的学生 却因为看到了希望而感到欣喜 毛主席也动摇了 他的健康急转直下 那个荣光焕发 精神饱满 热爱政治斗争的领袖人物不见了 他陷入抑郁之中 卧病好几个星期 毛泽东一直苦于慢性感冒 双脚浮肿和心率不整 他走路时有点薄 事发后两个月左右 他与北越总理会面时 这个情况在美光灯下表露无遗 但是周恩来则大感快慰 他告诉毛泽东的医生说 这样收场是最好的 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林彪和叶群两人的尸体 从来没有归还给中国 他们葬在蒙古 但是一对来自莫斯科的法医专家 又把他们和其他罹难者的遗体挖了出来 林彪也和其他中国高阶领导人一样 曾经长期在苏联就医 俄罗斯想要核实他们的身份 于是把其中两具尸体的头切了下来 这两具尸体相有金牙 放进大气锅里煮 煮去他们的肌肉和毛发 其中一具的骨头构造 和林彪的医疗记录完全吻合 两个颅骨最后一起被带到莫斯科 存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 KGB的档案库里 感谢观看